那么这里头很多的大场景里头 动作捕捉的特效 就是用我们的设备来制作的 凭借自己的小小的力量 我们改变了在一个小的领域里头 大家对中国的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认识 这件事情是让我们觉得 还比较骄傲的一件事情 创新最难的 其实是来自于对未知的不可测 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出来 那我们综合看下来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既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做好 有信心 而且这些做成之后 会有非常好的价值和意义 人的动作毫无疑问 是人身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心 但是以前我们缺乏一个很好的技术手段 去把它采集下来 能够把人的动作精准的3D数字化 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洋洋来咯 洋言春晚的时候 有一个虚拟的主持人叫洋洋 和其他的真人主持人 三位明明他们一块互动 洋包且慢 红包且慢 不不不我要发红包 我要发红包 那么这个后台呢 就是有一个演员 穿着我们动作补助的衣服 来表演这个小羊 然后实时的呢 我们把实拍的真人的镜头 和这个动画的合存在一起 那么我们在屏幕上面 实时的就可以看见 真人和虚拟角色之间的互动 那从17年之后呢 我们去在一些运动队里头 对我们的一些重点的项目 运动员做了测评 在这个3D的场景 我帮他来回放 来看的时候 那么教练就很好的 能够帮助运动员去理解 他们运动中的 哪里有改善的空间 哪里还可以在家进步一些 那作为一个这些委员 我前年的时候 我提了一个提案 就是说 我们应该用 我们最好的科技创新的手段 去帮助宣传 我们国家的重大的科技成就 那如果我们能用 比如说能够用虚拟现实 沉浸式的体验 等等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深入其中 更加有震撼力的 去感受这些成就 那么会对我们的组 会更加有信心 对自己的未来会更加有信心 虽然中国制造 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国内在提 但事实上这个概念 我觉得在国外 今天也已经是深入人性了 未来的中国的科技企业 可能就会从传统的 这个CUC模式的科技企业 转化成像 的各个角落 十年前我们去国外参展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 你们一定不是中国公司 你们一定是在美国的公司吧 可能你们是中国人 但是你们应该不是中国的公司 在过若干年之后 全世界的人民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们是来自于中国公司吧 那这个我觉得 这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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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梦想